一般而言,产下婴儿的都是女人,但是在一个小山村里发生一件怪事,一只母猪居然生下八个男婴,在场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各国专家都赶到现场后都无法解释这一奇特迹象。 事件发生在民国十二年,也就是一九二三年,在江苏太兴有一个名叫施庆中的无业游民,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第一恶棍,整天横行霸道,欺压乡民,当地百姓对他是为之若虎,避而远之,有一天,施庆中如往常一样在街上闲逛,不料被一个看似普通的老头意外撞了个满怀,他立即火冒三丈, 一把抓住老头的衣领,口出恶言,然而,令人奇怪的是,老头面对他的辱骂,却毫无惧色,反而用一双坚定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,施庆中心中纳闷,心想这地方的人谁不认识他这个恶霸,别人见了他早就吓得瑟瑟发抖了,这老头究竟何方神圣,居然不怕他,他打亮着眼前的老头,相貌平平无奇, 心中涌起一股好奇,他收起骂声,改用威胁的口吻问道,快说,你从哪里来的,懂不懂这地方的规矩,今天你撞了我,要么赔钱,要么我就给你点颜色看看,老头听后微微一笑,缓缓说道, 以平日为非作歹,若是还不知悔改,必定会有报应,施庆中一听这话,顿时脸色通红,愤怒地挥拳向老头的脑袋打去,他嘴里还喊着,我倒要看看谁会遭到报应。 然而,令人震惊的是,老头挨了这一拳后,竟然毫发无损,仿佛有金刚不坏之身,而施庆中的拳头却像是撞上了坚硬的钢板,疼得他蹲在地上直哼哼,老头摇了摇头,转身离去,没过多久,施庆中突然患上了一种怪病, 整日躺在床上,身体日渐衰弱,家里人便访名医,却都束手无策,无人能使此证,正当他们束手无策之际,一位云游的老和尚恰巧路过太兴,施家人闻训后,急忙将老和尚请至家中,希望他能为施庆中诵经祈福,驱除病邪,老和尚来到施家,走到施庆中床边轻声呼唤,当施庆中勉强转过身来, 看到眼前的老和尚时,他顿时大惊失色,原来,这位老和尚正是几天前撞他的那个老头,不过此刻的他,满面红光,神采奕奕,完全是一副高僧的模样,老和尚见施庆中还有反应,便说道,施主,你一生作恶多端,如今报应已至,我劝你尽早忏悔,或许还有一线生机, 听到这话,施庆中猛地翻身下床,跪在老和尚面前,颤声求道,老神仙,求你一定要救我一命啊,老和尚心怀慈悲,然而,面对施庆中的罪孽深重,也只得无奈叹息,他深深地看了施庆中一眼,缓缓说道, 施主,贫僧已无力回天,就你不得,你应趁早忏悔,以弥补过去的罪过,否则,你死后必将转世为诸,受尽任人宰割之苦,施庆中听完老和尚的话,心中一颤,当场下得软倒在地,他深知自己命不久矣,然而一想到将来会转世为诸,任人宰割,心中仍是不甘, 于是,他勉强伸出一只左手,放在胸前,做出一个忏悔的姿态,老和尚健壮,轻轻摇了摇头,叹道,你仅以一只手礼佛,还是难免转世为诸的命运,不过,你的左手可以变成人手,也能免去被人活载之苦,不久之后,施庆中便带着一身的罪孽离世,在他离世的第七天,也就是百姓口中的, 头七,隔壁菜家的母猪生下了一只怪异的小猪,这只小猪的左脚,竟与人的左手一般无二,五指俱全,大小长短,与人手相同,指甲也齐全地挂在五指之上,施家人听闻此事后,心中一阵惊计,他们已高价买下了这只怪猪,并将其送往上海市的宝华寺放生,此后,每当有人前往园中参观, 这只猪总是东躲西藏,挤在猪群中,仿佛没脸见人一般,这种迹象让人们更加深信不疑,这只猪便是施庆中的转世, 而在平阳乡东江村,有个名叫荣永阳的男孩,他一岁多的时候,每次遇到同村的屠夫荣某,便会大哭大闹, 无一例外,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更是能告诉人们哪些菜太苦,哪些菜太辣, 而每当在村子里遇到屠夫荣某,荣永阳便会远远躲开,提命往家里跑, 这种情况屡屡发生,大人们觉得十分奇怪,便询问荣永阳到底是怎么回事, 荣永阳犹豫了很久,最终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家里人, 他前世是外公家里养的一头猪,有一天,一位买猪的人带着屠夫荣某来到一个农户家选购猪汁, 那头猪仿佛预知了自己的命运,趁着猪圈的门敞开,他奋力挣脱束缚, 拼命向外奔跑,他穿过田野,越过小溪,一直跑到了远处的一座山坡上, 渴望逃脱被宰杀的命运,然而,命运似乎并不眷顾他, 最终他还是被人抓住,被屠夫荣某无情地结束了生命, 荣永阳是白猪转世的事情,很快在村子里传开了, 村民们纷纷议论纷纷,甚至给他起了一个绰号, 小白猪,在这些人中,有些保留着前世的记忆, 有的是人投胎成人,有的却是人与动物之间的轮回, 这不禁让人思考,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? 据一位拥有前世记忆的人回忆,当他前世的生命走到尽头时, 他观察到只有大约30%的灵魂能够直接投胎转世, 而剩下的70%并不会立刻投身新的生命, 即使是这30%能够直接投胎的灵魂, 也并非都能直接成为人类, 往往事先经历三次动物的轮回, 再有一次机会投身为人, 无论是成为人类还是动物, 当肉体死亡后,灵魂会再次归来, 等待下一次的投胎机会, 佛教教导我们,人生是难得的, 听闻佛法更是难上加难, 这是提醒我们要珍惜作为人的机会, 然而,随着时代的变迁, 人们似乎越来越不珍视这份难得的人生, 他们放纵自己,为所欲为, 对于未来可能转生为畜生道的恶果, 他们似乎并不在意, 畜生道的种类繁多,形态各异, 正法念处经中描述有40亿种不同的畜生, 而楼探经则指出畜生道各有特色,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,鱼、鸟、兽, 而在这三类中,又各自包含了无数种不同的生命形态, 畜生道就其出生, 可分为胎、卵、兽,化四生, 一,胎生者身在人道, 投生的原因是原本在天道中, 却由于降德而遭贬坠天, 例如牛马等, 在母胎中,寒藏而出, 二,卵生者身在轨道, 能以其威力, 展现神通入空中, 例如鹅鸟孔雀, 一,可夫生, 三, 食生者身在畜生道, 住于水穴口, 朝游虚空, 目归水素, 例如隔虫飞蛾, 即食会暖气而生, 四, 化生者身在天道, 如龙等, 无而忽有, 唯一业力, 变化而生, 若论寿命, 有朝生而目死, 有春夏生而秋冬死, 乃至经千百岁而后死者, 千差万别, 而其身形享受, 亦多悬殊不等, 畜生的特征为鱼吃, 其生命只是停留在本能的需求上, 这也是它和人的根本区别所在, 人有理性思维, 而动物只是凭本能生存, 享乐, 畜生道造业是跟随本能, 没有特别强烈的贪嗔动机, 非极重业, 但是一旦失去人身, 文法因缘难欲, 善根难重, 想要离开恶道异常艰难, 经论上说, 从恶去死复生彼者, 如大地土, 从彼死没生善去者, 如找尚尘, 也有佛菩萨化身为动物, 度化畜生道的众生, 无论如何, 我们都应珍惜瑕满, 广发大心, 我们都知道, 磅生的最大特点, 就是鱼吃, 有情成为磅生的最大原因, 也在于这个吃字, 众生的烦恼, 归纳起来主要有贪, 铅, 吃三类, 众生都具备了这三种类型的烦恼, 但是细分, 又有贪铅吃偏多偏少的不同, 比如, 有的众生贪心很重, 有的众生则称心较强, 而有的众生, 却是鱼吃偏多, 由于众生烦恼习气不一样, 因此所赶来的因缘果报也都不同, 一般情况, 贪心太重的众生, 由于不舍得不失, 甚至贪图他人利益, 这类人死后, 多数在恶鬼道中感受饥饿, 称心重的众生, 因为称火太大, 而时常伤害他人, 死后多多地狱到受苦, 太愚痴的众生, 他们稀里糊涂, 视力颠倒, 死后多数赶在畜生道中受愚痴暴, 畜生不会像人那样有思维, 有决策和有理想, 也不懂得善恶好坏, 他们与人的最大区别是愚痴, 过去生在人道造了中品的食恶业, 会直接堕落畜生道, 一身行恶, 二口行恶, 三意行恶, 四从贪而起诸恶, 五从撑起诸恶行, 六从吃起诸恶行, 七毁骂众生, 八脑害众生, 九师不敬物, 十行于邪淫, 亦或多生夜熟而呼牵其暴, 他今生没有造作, 他过去生有这个夜, 突然间临终起现行, 从地狱中出来愁偿余暴, 从恶鬼中来, 从恶鬼到受完以后, 来到畜生道愁偿他的罪业, 堕落畜生的另外一种原因, 是为还债而来, 有些人因为前生借人钱物不还, 或是非礼, 侵损他人财物, 夜缘成熟时一定要还, 偿还的方式很多, 其中一种就是, 投生为畜生到债主家中当牛做马, 为猪做狗, 给对方卖力卖命, 以此偿还前生素债, 生存畜生道中的友情, 有时是从地狱受报结束, 地狱出来还有一种余报, 就是沦为畜生, 如果一个众生沉溺于五欲六尘, 喜欢结党营私, 贪多眷属, 贪得无厌, 在对人方面不讲道理, 蛮横, 对事情的处理不公正, 看到别人的财物或偷或抢, 行动当中不讲正义, 只贪图自己的利益, 对那些贫穷孤苦之人, 没有一点怜悯之心, 借人家的债不还, 动辄就是或骂或打, 动作粗暴, 跟人家做买卖, 常常也是自己得多的, 坑蒙拐骗, 公然地抢东西, 在家里不孝顺父母, 在单位上不忠于上司, 支箭上不信因果, 不信三宝的存在, 做那些非理, 非道德的行为, 不以为耻, 反以为荣, 这样的一些人, 就是在造作畜生的恶因, 他下一辈子, 就会到畜生道里面去, 畜生道里面也有种类的差别, 有犯罪轻一点的, 有重一点的, 也有一些有福德的, 也有一些没有福德的, 真正能够修行的, 主要是人道众生, 除此以外, 天道, 畜生道, 地狱道, 恶鬼道的众生, 都很难修行, 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障碍, 天道是因为太快乐, 而想不到修行, 地狱道是因为太痛苦, 而无法修行, 畜生道因为太愚痴, 而没有能力修行, 为人道有苦有乐, 能引发离苦得乐的希求, 并且人有理性, 也有能力不断探寻真理, 那么, 畜生道的众生, 就永远是畜生嘛, 非也, 畜生道的众生, 也是果报生, 果报一旦偿还, 就会随着往昔业力, 继续流转六道, 当他们转生到人道之时, 就有机会修行了。